Hello 大家好 那现在我们就来实现具体的一些功能 那我们先来实现跟UI相关的好吧 那比方说最简单最简单的 是不是应该先去实现Manual 也就是菜单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菜单 实际上会有一个 有一个总菜单对吧 这个总菜单我们比方就叫Manual Bar 就上面这一条 而这个总菜单下面会有 三个子菜单 分别是文件编辑和关于 那么子菜单里面当然会有一些分割服等等 那这一块基本上就是按照 我们之前所说的对吧 上面就是Add Command 然后这个是Add Command 那个Candidate对吧 我们就是它的这个类别是一个 那个Canscate Sorry Add一个Canscate 然后分割服的话就是Add一个什么 Add一个Separator对吧 Add一个Separator 所以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就按照这种操作 我们来建立一下这个界面 好吧 我们用还是用PyCharm 新建一个项目 我们就叫SundayNode OK SundayNode的Person 然后在这里面 我们当然会引用到相关的类裤 包括TickEnter 然后 然后 FromTickEnter Import 新这个是 这个都一样的 好 我们就先用到它就好了 后面我们可能还会用到什么FairDog Dialog等等 我们再把它加上就行了 现在我还是招就 对吧 root等于tk 然后 然后我们给这个root的title给它去改一下吧 好吧 我们叫title给它改成一个SundayNode 这样看起来方便一点 就是最上面的这个title给它稍微改一下 当加载了文件之后 我们可以把这一块再改成文件的路径 这样子来玩 OK 然后 这块我们就可以先不管它了 然后 当然如果我们需要的话 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新的函数叫 Geometry Geometry呢 实际上就是类似于构建一个矩形窗体啊 这个我们也叫几何学 实际上就是构建一个矩形窗体 比方说我们给它来一个500乘以500 这它的一个格式啊 加100加100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窗体的大小是500乘500 就500乘500像素 然后 它的初始化显示位置 也就是top left和top right 分别是100和100 就这样的一个意思 OK 好 所有的那个widget的那个对象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方法 来给它进行一个大小的定义 和它的位置的一个定义 那这个 这个我们也可以不用啊 下面我们就建一个manual bar OK 然后 这个manual对象呢 就是我们做一个 create manual 好 建立了一个manual bar 那么manual bar建立了之后呢 我们当然这个是不够的 我们说还是需要用root config一下 让它指定谁啊 manual等于我们的manual bar 对吧 这个 这个是不要忘了的 这个是不要忘了的 但是如果大家习惯的话 我一般会在等号两边加上一个空格 这个是看大家自己的兴趣 也可以不用去加 好 然后这样就算 我们把最最上层的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把最上上层的这块给它弄建立了 建立了之后 我们是不是就应该去给它一些子菜单了 对吧 就应该给它去建立一些子菜单了 首先我们来建立文件这个菜单 file menu 等于 然后它的负是manual bar OK 这个 这没什么好说的 然后我们在它下面去添加几个 比方说我们添加 通过add command的方式 给它添加哪些呢 添加首先是一个新键 OK 然后这个地方给它一个accelerator 我看这个accelerator的属性 这个如果大家记不住的话 可以去查询 accelerator说白了就是一个快捷键 说白了就是一个快捷键的意思 等于 Ctrl 加n 的方式 这样它就会有相应的这样一个快捷键的指定 然后给它一个command 就是它的这个 呃 就是点击了之后 所对应的这个试键函数 OK 给它一个new 好 这样子就把这一块给它建立好了 然后当这个事件还是我们最后再加也可以 对吧 但是但是我们最后再加吧 免得让大家搞混 我们先把UI的东西给它搞定 然后我们桶里我就直接copy了吧 担贴复制 粘贴复制的方式 我们多来几行 哦 sorry 除了新建呢 可能还会有什么打开 对吧 打开 然后Ctrl 加O 然后除了打开呢 还会有保存 有sorry 保存 然后Ctrl 加S 那么保存之后还会有另存 那么用Ctrl 加Shift 加S 然后我们来做一个测试 我把这个file menu 作为一个子菜单项 添加到menu bar上面 我们OK 我们来添加一下 add cascade 然后label同样的是 应该是一个文件 对吧 然后同样的menu等于谁呢 menu等于 file menu 然后root.menu OK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里用到了中文 那将用用到中文 我们需要在文本里面 去指定一下 utf8编码 所以这块也不要去忽略了 很多时候 你在运行的时候 就会发现 可能是因为这个的原因 而导致你下不去 OK encoding utf8 好 这样搞定了 我们来运行一下 看一下效果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菜单 是不是就实现了 对吧 所以这一块的来看的话 我们的菜单就实现了 那么按照同样的这个道理 我们把其他的也给添加上 把其他的也给添加上 那么我们file是有了 然后file menu是有了 我们还需要谁呢 还需要再定一个edit menu 编辑 跟编辑相关的 edit menu 等于menu 同样的menu吧 OK 然后edit menu.add command 同样的 那么我还是call label等于谁 然后快捷键 accesserator等于 当然这个快捷键 大家也可以不用 大家也可以不用去用它 这个都无所谓的 然后我们在这儿 首先给它一个撤销 撤销 然后这个快捷键 用ctrl加z 然后后面可能还会有一些command 等等这些东西 我现在也先不去写它 然后同理 我再 我copy吧 copy复制粘贴的方式 会比较快一点 然后这儿再来一个重做 ctrl加y吧 加y的方式 然后在这儿呢 我去给它添加一个分割符 add separator 然后再继续添加 好 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已经完成了三块 那个菜单的这个敲写 就包括file manual edit manual 后来我又添加了 bought manual 这三块这个敲写 我们来运行一下效果 好 我们就来看到 你看文件操作有这四个 然后编辑操作有这样的几个 而且有分割线 分成三组 那还有关于操作 那么他们具体的点击了之后 这样一些事件 我们还没有加 对吧 这个在后面 我们的功能实现里面 去加上相应的command 是不是就可以了 而且对应相应的command函数 我们就可以完成 这个相应的操作 好 所以这块呢 就大家下来自己也去练习一下 我们先把UI的菜单来给它完成 好 这期课就讲到这里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